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侃 台湾九合一选举尘埃落定 民进党上台仅两年多就遭遇惨败 台湾22个县市中 国民党拿下了15个 这一结果是对蔡英文执政路线给予的严厉宣判 由于九合一选举被广泛视为 接下来两年后台湾所谓总统大选的风向标 蔡英文有可能成为台湾第一个只当一任就下台的所谓总统 比陈水扁和马英九都差 蔡英文已于选举的星期六当晚宣布辞去民进党主席职务 尽管民进党当局在选举之后还嘴硬 要求大陆不要误判台湾选举结果 不要干涉岛内的事务 美国国务院也将台湾捧为印太地区宪政民主的所谓典范 但是众所周知 台湾此次选举前美国做了积极介入给民进党帮枪 这一选举结果显示充分显示了美国对台湾影响力正在下降的趋势 美国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美军加强与台军联系 这些都没有能够扭转台湾民众用脚给民进党投票 民进党这一次执政两年多大搞阶级斗争和两岸对立 但他就是丢了一样东西 那就是台湾的民心 台湾民众2016年选蔡英文上台 是积希望于后者更有力的解决国民党在上一轮执政后期没能解决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 但民进党却误读了台湾民意 以为该党去中国化的政治理念受到了鼓舞 一上台就拒绝承认九二共识 大搞文化态度隐性态度等等 中国大陆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台湾仅靠着这一超级经济引擎 蔡英文当局却舍尽求远 宣扬所谓新南向战略 而他们的那些目标国家全都在加强对华经济合作 极少有国家中国大陆不是他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台湾的经济社会发展根本脱离不开大陆 蔡英文当局却一个劲的要挣脱 结果就是酿成一系列政治冲突 台湾的原有节奏被打破 冒险代替了有序 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这不是台湾老百姓希望过的日子 国民党本来已经差不多被打散了 被冻结了党产内部部团结 其战斗力广受制宜 但这一次 韩国瑜在高雄振臂一呼 不仅激励了国民党 还鼓励了整个蓝营 两年后将是台湾的所谓总统选举决战 国民党能否趁势 再次把民进党轰下台 那才是更加关键的好戏 谢谢 谢谢